说到王一博,不知道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有什么呢? 想来许多小伙伴对他的印象都是前几年的热播剧《陈情令》吧? 王一博凭借《陈情令》大火,在剧中的优秀表现,让许多观众记忆深刻。 而王一博与肖战的博军一销CP至今仍是热度十分高的真人CP。 那么这部剧既然是一部双男主剧,那么另一位男主角是谁呢? 说起来,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这位演员就是陈晓。 陈晓以前曾是余正的御用男主角,虽然饰演偶像剧出身,但是陈晓的演技一直都很不错,也是有名的实力派。 陈晓这几年也渐渐在脱离偶像剧,像之前的那年花开月正元宇了不起的儿科医生,这两部剧都与偶像剧没什么关系了。 陈晓后来也有参与向人民的财产这类剧来锻炼自己的演员,是一个十分有规划的演员。 此次陈晓在这部《冰与火》中饰演的是一名卧底警察,从目前放出的剧照跟片花来看,陈晓在这部剧的人设十分复杂,非常具有挑战性。 陈晓虽然在之前也有过卧底警察的表演经验,但却与这部剧差别甚大。 至于陈晓在这部剧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,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 这部《冰与火》的题材是比较罕见的基督题材,而要将这种题材拍好,却没那么容易。 曾经也有过像《永不明目》和《黑冰》这类好剧,但近两年来,由于题材限制,这种剧已经有些难拍了。 比如之前的破冰行动就平平无奇。 王一博自陈晓虽然大火之后,新剧资源就一直很不错,此次接触到这部《冰与火》,为他可以说是十分了不得的资源。 只是王一博此前一直都是出演偶像剧,不知道此次出演这部《基督》剧会有怎样的表现呢? 而陈晓在演《卧底警察》,并且搭档王一博,不知道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,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《冰与火》的到来吧。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,有什么想说的就在评论里留言吧。 外面欣资源 雷